Hello 大家好 我是直昊 欢迎来到我们的栏目 智能车研究所 那记住了我们是专注研究那些 自称 自带 智能化属性的车 所以不管是新势力 传统品牌 烧油还是烧电的都没关系 只要跟智能化沾边 我们都是来者不拒的 好了 上一期我们聊完了 关于激光雷达的那些事 如果看完视频 你还是对辅助驾驶非常憧憬 或是你已经是持币代工的准用户 那恭喜你了 这期节目或许真的可以帮到你 因为我们借着这次2022的成都车展 简单的盘点了一下 关于国内搭载激光雷达的那些车型 那么同时也调查了一下 他们背后的一些参数 包括是供应上的信息等等 由于大部分的数据还是采集于网络 所以作为搬运工的我们 也不保证数据100%的正确 那么希望各位有披露的话 多多包涵 好 经过我们简单的盘点 目前国内公布 带有激光雷达的车型 大概会有19款 那么当中肯定有一些是量产在售的 也有上市预售 甚至还有一些试制车 以及概念车等等 不过大部分还是如期而至来到了成都车展 只有极少数是缺席的 所以没关系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盘点了 那首先要聊的 肯定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厂商了 大江揽卧 因为它是我们长车车小鹏P5激光雷达的供应商 它车规及激光雷达的型号是HAP 采用的是楔形棱镜方案的混合式固态激光雷达 那么点云密度等下大概在144线 官方的探测距离大概有150米 横向的市场角可以达到120度的 虽然说推出的时候 这个雷达是冲着结构简单 便于量产的这个目标去的 甚至一度说要成为价格屠夫 但是从网上收到信息来看 它的采购价格居然要7999元人民币 而我们上次初显的报价单中 零售的价格也是到达了8900元左右 证明这个信息也是对得上的 所以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得出 价格并没有压得太低 那有人推测有可能是因为 它的装车量不够多 没办法平摊回这个成本 毕竟目前市面上采用 大疆揽握激光雷达的车型 好像也只有小鹏P5一个了 所以从小鹏品牌的其他车型 你可以发现 比如说最新推出的小鹏的G9 这个旗舰已经是换装了 其他品牌的雷达了 根据消息称 它用的是速腾巨窗的M1式激光雷达 那采用的是微镇镜的一个方案 等效是125线 那水平的视长角是120度 垂直可以达到25度 M1作为速腾巨窗自研的第二代 混合式固态激光雷达 比起第一代的机械师 其实它的扫描方式会变得更加的灵活 就是可以大大的减少一些激光的元器件 同时也可以省去了扫描电机的一些脚平衡 那么并且M1是有智能可调远近场凝视功能的 说白了就是这个可变焦 使得它探测的距离有所提升 最大是可以去到200米的 所以市面上用M1的不仅仅是有G9 据说后续要推出的改款的P7也会用上这个M1 那么同场除了小鹏品牌以外 其实很多厂商都有用这个雷达 我们调查发现有自己的L7 威马的M7 广汽Ion的Ion LX Plus 还有这支车展新展出的新车 未排的摩卡DHT Pitch EV的激光雷达版 那么除了速腾巨创以外 其实华为的雷达也是备受关注的 从参数上看 华为的这个雷达等下是96线 属于中长距离探测的一个雷达 那么它的探测距离是可以达到150米 横向的这个水平市场角是120度 垂直是25度 其实这个参数放在今年2022来说 相对就比较平均一点了 不过华为这个激光雷达的最大亮点 暂时看来并不是它的硬件参数 而是价格 因为官方宣称这个雷达的成本 据说要压缩在200美元以内 如果真的要实现的话 这个才是真正的价格屠夫 其实目前除了一些官方的参数之外 关于这个雷达本身的硬件信息 真的是太有限了 比如说内部的一些硬件结构 包括一些技术的细节 暂时都还没有很公开的数据 而采用什么多线程技术 包括微镇镜方案这些 更多的都是一些猜测还有推论 所以搭载华为激光雷达的车型 大部分还处于未交付的状态 尤其只有一台就是我们手上的 北汽疾湖阿发S的HI版本 是实现了小批量的交付的 但其他的像长安的阿威塔11 包括本身车展缺席的 哪吒S激光雷达版本 都还没有跟真正的消费者进行见面了 甚至还有一个车型 就是长城的高端品牌沙龙推出的 首个车机甲龙到现在还是概念车的状态 如果说要看硬件参数漂亮的话 那不得不提就是和赛科技的AT128了 这个雷达采用的是一维式的转进方案 也是属于混合固态式的激光雷达 有200米的最远探测距离 市场角是120度乘以25.4度 那除了在垂直方向实现的固态的电子式扫描之外 其实这个雷达在物理硬件上 是做到了真正120线的极高的输出点 那么有了这120个独立的激光器 其实它的点频率是可以超过153万点每秒的 那真的不要小瞧这个硬件参数档 一方面它的激光器足够的多 其实就可以保证足够高的性能发挥 以及更高的安全冗余度 所以即便某个激光器暂时发生了失效 其实对于整个雷达的工作 包括感知性能的影响都是很有限的 所以整套系统的感知能力是依旧很有保障的 并且跟传统分立架构的128线激光雷达相比 和赛科技这个采用芯片化激光器的处理 可以大大的缩小它本身零部件的一个体积 同时也可以大幅的降低成本 保证良品率等等有诸多的优势 那正因为有如此强大的整个收发系统 使得整个雷达的全局扫描 不用借助非常复杂的二维机械机构的模块 就能够实现了 虽然也没有高频的机械振动 转动 仅仅靠简单的一维的转进的方式 就可以有助的提升整个激光雷达性能 以及是寿命还有可靠性了 那么据说它的整体运动频率 比起其他的半固态方案要低上至少30倍以上 那么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个疑问 这样硬件的一个雷达会让它价格飙升吗 但从网上透露的信息来看 像理想L9对核赛科技的这个AT28 进行了10万颗的大批量采购后 采购价格是可以压到4000元人民币左右 听起来似乎还是可以接受的 而目前除了理想L9以外 市面上搭载这个激光雷达的 还有高核汽车的Hi-Fi C 以及极度的Robo 01等等 那么它们都是采用头顶式的单雷达布局 只有前多任性的路特斯是采用了4雷达的布局 所以除了头顶之外 包括两侧的硬直板还有车尾部分都会有所搭载 并且它们还采用了机械式的伸缩结构 在不用的时候是可以收纳回去的 所以听起来无论是硬件还是各种规格细节 都是用钱给堆到位了 这也让人很期待它到时候辅助驾驶的装车表现了 当然硬件强悍的肯定不止核赛科技一个 还有一个就要说图达通了 那么它首个超远距离的激光雷达型号就是叫列音了 那它同样是采用了二维式正径的扫描方式 等效可以做到300线 视长角是120度乘以25度 那么在10%的反射率下 官方说可以做到250米的探测距离 最远甚至可以达到500米 那么这么好的成绩主要是归功于它采用了波长1550纳米的光线光源 跟市面上大多数的激光雷达采用905纳米光源的不同 1550纳米的光源它的光速发散角会更加的小 理论上是可以做到更加聚焦的 当然同时功耗也会更加的大 但这样是有助于做到更远的探测距离的 那么同时1550纳米光速有着对人眼更高的保护等级 是不容易对我们的视网膜产生伤害的 那么据传后续要研发的新款激光雷达大多数都会逐步往1550纳米的这个技术进行转移 不过关于这个技术本身其实争议也不小 因为首先就是它的功耗大 那么散热就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毕竟很多的激光雷达还是摆在头顶 如果面对日晒雨淋它的散热控制的不好的话 会不会影响它整体的功率的发挥 甚至实际的性能还不如某些高性能的905纳米的一些激光雷达 那么其次就是这个不伤眼的光速 其实原理就是更容易被水分所吸收 所以也就不容易穿透我们的眼球了 但同样受到雨雾天气这样复杂的天气环境影响 也会限制它整体功率和性能的发挥 变成的结果就是只是徒增了一个功耗 那么最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本身的成本跟造价一定是更高的 据传这个猎鹰的一个雷达光是采购价格就要1000美元左右 那么折合人民币也是接近7000块钱了 所以目前搭载这样一个高规格的雷达真的是没有便宜的车 主要就是以未来2.0的产品矩阵 比如说ET5、ET7、ES7等等 它们的售价门槛最低都要达到30万以上 那么最后来聊的就是来自国外的一个雷达品牌Lumina 那么国内采用这个品牌的激光雷达车型目前只有上汽非凡的R7 那么据传R7头顶的这个激光雷达是Lumina的旗舰系列 采用的是1550纳米的激光源 在250米探测范围内的反射率是可以做到小于10%的 最大的探测距离也可以做到500米 四长角是120x25度 那么结构上这个R7的激光雷达采用的是微镇镜配合上ASAC芯片 所以可以实现整个雷达的固态化还有小型化 也是便于装车还有量产的 所以别看国内搭载Numina品牌的量产车不多 但它可是被称为激光雷达自动驾驶技术的全球领导者 在海外正在为沃尔沃、戴姆勒卡车、丰田乘用车 还有商用卡车等等的一系列车型 都在提供全球自动驾驶的解决方案 而从车展的官方资料看来 这个R7除了激光雷达本身之外 它的很多的感知硬件、参数各方面实力都是很强的 所以后续的产品表现十分让人期待 所以经过以上的一些数据盘点 我们也做了一些简单的归纳总结 那么首先国内搭载激光雷达车型 最丰富的肯定还是速藤巨创M1了 其实不仅仅是它量产的时间早 抢得了先机 并且搭载车型丰富对于它来说 也是保障了利润而且有效的平摊成本 据说价格也是可以压到2000块钱人民币左右 并且这样一来也是有利于它的数据收集 还有后续的一个研发的工作 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未来可期 而第二个就是大疆揽卧 虽然参数并没有太强 采购价格跟终端价格看起来也并没有太低 所以整体来说不要看雷达本身的定位还有结构 后续的装车量还有采购量分分钟也是可以影响它整体的定位还有售价的 再来就是说涂达通的猎鹰型号了 1550纳米的光源性能真的是很强悍 但是价格目前看来也是最高的 所以搭载的车型真的是不能太便宜 否则都摊不回这个价格 但实际的辅助驾驶能力是不是就由这个激光雷达的价格和性能来定论呢 还真不一定 不过为此未来也是入股了涂达通 那么未来的发展肯定是更加深度的去绑定去优化的 那么对于未来的后续车型来说 无论是成本还是迭代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也有更大的话语权的 而华为的雷达硬件数据刚刚说了 摆在2022来说呢并不是太占优 目前看来呢只是价格优势特别的明显 当然目前很多厂商奔着华为跟他去合作 肯定不是图他便宜嘛 而是看中华为HI的全占智能方案 毕竟这背后的研发数据量真的是非常的可宽 所以呢他整个算法的优势 或许会比雷达的成本看起来更有竞争力 那么最后呢说个题外话 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海外供应商 被限制了向中国供货 所以呢你们是更期待我们去试驾 体验哪台车的表现呢 弹幕刷起来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